问你个问题,宝可梦里皮卡丘是雄性还是雌性? 再问你个问题,如果皮卡丘做成NFT数字艺术品,放在元宇宙能卖多少钱? 你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会在元宇宙遇到皮卡丘向你释放十万幅电荷的物理加成伤害 这件事正在逐渐变成可能 在未来元宇宙世界里,遛你的宠物皮卡丘将会成为你的工作 你可能要以此为生 这大概也是宝可梦的创作者,填考制的终极目标 让宝可梦活在外部3.0的元宇宙世界里 在日本以收集、育成、对战、交换为主题元素的游戏非常讨人习惯 比如有1971年到1972年推出的假面骑士零食 附送收集卡出现一股收集的热潮 吃已经变成了次药 收集和相互兑换卡片成了消费的主动力 这在当时称为食玩,是食品玩具的简称 诞生之初大多数为盒装的零食或是饮料付赠的全头大小的玩具 及其一定数量大概可以召唤身容 茶余饭后相互交换一下自己富裕的战利品 成了当时流行文化的一种谈资 这个行业在日本10万每年的销售额可以达到600亿 想想在国内也有小欢兄干村面的收集卡 当时省市建用攒下一周的零花钱 整箱满全校的同学也没有收集到吉时与松江 现在淘宝的盗版二手全套价格也不过200块 想想青春不过价值200块 宋江吉不吉时在我心中早已有了感程 奥可梦的创办者 关注于做电子游戏的填考制也有着同样不及时的遭遇 当时填考制看到了日本这种玩家互动形式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可是基于当时的技术 游戏仅存在于空白机 要实现玩家线上互动也只是填考制茶饭后的一种意义 1989年任天堂发售了第一代便携式掌上游戏机Game Boy 通信功能第一次出现在了Game Boy上 让玩家不再是单机游戏 联机互动成了新时代的潮流 这样填考制重燃了心中一银的希望 以交换为概念的游戏正式扮上了日程 填考制计划开发通过通信技术的互动新游戏来迎合日本民众的消费心理 1990年秋天 填考制把此计划书拿到了任天堂 任天堂接受了他的建议 并决定提供开发上的援助 这就是宝可梦的原型 当时根据填考制的游戏世界构想 计划发布超过150种宝可梦怪兽 每个游戏玩家数据都给予一个独立的ID和主角角色 所持有的怪兽会因亲ID的功能而有不同的个性 因应玩家的ID不同 每一枚游戏卡所附带的登场怪兽也有所不同 但此游戏设置过于复杂 基于当时的储存技术发展不成熟 经过6年的开发 1996年2月27日 精灵宝可梦红绿版正式发售 由于技术壁垒 以及次时代游戏掌机 PlayStation和世家的闪亮登场 宝可梦GameBoy的游戏卡只有三款而已 并没有预想的150款 不过收集预成对战交换的游戏要素 逐渐获得了游戏玩家的支持 经口耳相传之后 游戏变得大受欢迎 结果宝可梦游戏的大热远远超过了任天堂的预期 GameBoy版的红绿蓝最终版本销售量达到了1023万枚 任天堂看到玩家如滔滔江水般涌入商店购买游戏卡 趁热打铁迅速开发了后来的一系列游戏 漫画书籍 对战卡片 以及周边产品 还联合日本中京电视台 推出了电视动画片 以及往后一年一度的剧场版电影 更在1998年成功进入美国 除了少数地区因宗教原因受阻 该系列的产品已经成功进入了全世界183个国家 成为世界著名的卡通和日本动漫形象 宝可梦怪兽由最初的三个逐渐累积到如今的908种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已达到数百亿美元以上 至今为止 该系列游戏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两亿套 列位电子游戏史上总销量的第二名 仅次于同为任天堂推出的Mario系列 可以说宝可梦足足赚足了数亿粉丝 但对于填考制来说 它的报复远远没有结束 第一代游戏玩家仅仅存在于与机器互动 比如Mario 顶蘑菇 第二代游戏玩家基于通讯技术实现了玩家互动 宝可梦和今年大火的Project 而第三代玩家基于Web 3.0 元宇宙实现游戏就是工作 在元宇宙世界里 利用你的宠物皮卡丘将会成为你的工作 你有可能要以此为生 做一个职业GameFi玩家 GameFi游戏跨金融 这个概念早在2019年Mario提出 他认为当传统游戏加入了Q2.0 可以解决一个长期头疼的问题 玩家花了很多心力 在游戏世界里建设的世界 购买的宝物 不会因为有一天游戏停止 更新关闭 它的努力就消失了 玩家也常因此失望 不再想玩这个游戏 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 你辛苦收集到的卡片 可能因为盗版的及时已送 将满大街都是而垫的不在之前 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和不可更改的特性 很好的规避了这一点 如果玩家在游戏里打造的装备 可以透过制成NFT的方式在线上转卖 就可以流通并创造价值 另外游戏业者也能通过发行游戏专属货币来吸引玩家 更能借此募资 把游戏做得更好 同时虽然游戏宝物 在玩家私下转卖 以及游戏公司发币等做法并不新 只是通常局限在各家游戏平台的小世界里 当区块链生态的切入 才能把游戏宝物以NFT形式放在OpenSea上销售 或将游戏公司发行的币 加到交易平台提供更多人的交易 甚至提供法币作为教款 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成为职业玩家 最后形成更开放的虚拟经济模式 这就是所谓的游戏款金融 Tikmoney的团队就做了这样的设计 Tikmoney是一款以宝可梦为设计原型 基于BSCB安置能链的游戏项目 在这个元宇宙世界里 玩家可以在游戏商店内购买和创建你的Niko 每个创建的角色都会获得随即的职业 属性点天赋技能 创建的每个角色都是NFT代币的形式 因此可以由其主人自由转让和出售 你可以带领你的小怪兽坚持大功 或者是向别人发起挑战 来完成人物的升级 当然你也会获得PMY NKG代币的奖励 这些奖励你可以放到市场进行交易 Pikmoney的治理货币持有者 可以参与社区治理 并对重大游戏决策持有投票权 这不是独裁 而是民主 同时PMY代币持有者 也可以获得定期的黄金投封 游戏中的一些关键操作 需要PMY代币 比如制造英雄 铸造稀有装备 参与PVP战斗 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而你的KNG 也可以放在销售平台进行出售 Pokmoney还设置了推广计划 邀请你的朋友加入游戏 一起赚取丰厚的奖励 一旦您邀请的好友成功铸造了Niko角色 您将获得10%的退款 同时您还获得好友工资10%的奖励 Niko目前设置了四种类型 战斗类型 岩石类型 精神类和幽灵类 不同的类型又分为不同的战斗值和基本属性 目前游戏处于开发阶段 可互动性正在逐步开放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会登陆安卓iOS中端平台 基于宝可梦强大的粉丝团体 以及宝可梦交互式游戏属性 区块链技术的加持 整体形式勘扎 游戏游玩需要邀请码 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 以及我们的社区交流群 当然您也可以公众化回复宝可梦即可 谢谢大家